大家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还处在概念设计阶段的 一个想法 圣典教育平台 这是之前提到的圣典教学的过程 包括课前预习 课堂教学 整理出稿 以及结果呈现四个部分 在这个学习过程中 有四种人参与 第一是教师 第二是学生 第三是议者 第四是读者 他们有四种行为 而这四种行为会产生四种结果 教师的行为是教学 产生教学录像 而学生学习 并且记录学习笔记 翻译者做翻译 并产生译文 读者阅读 读者阅读 以及产生阅读反馈 所以我们整合这些数据与功能 设计了一个网络平台 帮助他们的工作 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 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并不是一个完全在线的信息平台 而是一个由线上信息支持线下教学的平台 我们鼓励老师与学生应该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学生也需要持续和系统的学习盛典 在线信息 可以帮助学生找到适合他们的老师 或者使得翻译者能够得到阅读反馈 他们不仅有各自的行为 而且他们的行为之间存在着关联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老师了解学生的需求 以及使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老师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 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与提升教学与翻译的品质 所以我想强调的是 我们不是在做网站 而是用在线信息帮助离线教学 下面我想详细的解释 这个平台如何实现这些想法 对于老师和学生而言 我们的平台 提供了编辑软件 帮助学生寄课堂笔记 而且教学的过程 被拍摄成录像 在平台上发布 不能到达现场上课的学生 可以通过录像学习 而且我们设置了教师空间 让学生能够了解 老师的讯息 以及他所发布的课程 学生可以使用在线软件 寄课堂笔记 教师也可以从网络的反馈中 完善他们的教学 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功能是如何实现的 接下来要为大家演示 这个 维基巴黎的这个发布平台 的一个情况 那首先我要跟大家说明 现在为大家演示的这个东西 只是一个设计的方案 它只是一个模拟的呈现方式 并不是真实已经完成的 一个软件或者是网站 所以请不要问我说 这个东西在哪下彩 这东西还没有 我只是为大家示范一下 我们设计的一个情况 那首先可以看到 这个画面上 是这个平台的一个首页 那在一开始的部分呢 会为大家呈现这个 37% 这个的意思是指说 我们这个平台上目前 巴黎三藏的这个翻译的完成度 已经到达了37% 那这样可以很清晰的 呈现我们这个平台 目前的一个进展 状况为何 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下方 有这个最新的 这个翻译文稿 然后还有我们发布的 课堂视频 那下面是 目前在这个平台上 有发布内容的 所有的老师的信息 那首先我要为大家 演示一下这个课程发布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下方有 五个图示 那第二个是课程 我们先点 这个 这个画面就会跳转到 课程的这个页面 这个首页 那同样的上面会有最新的 这个课堂的发布 然后还有这个一系列 课程的这些信息在上面 那首先我们先点 这个 这第二个 比库巴默默卡 可以看到说 课程的名称 还有课程的老师 以及这个课程 简单的介绍 这边有一个追踪的按钮 这个追踪 点了之后呢 只要这个课堂 有任何新的更新 就会发信息给这个使用者 那也就是说 在这个课堂 它可能随时 每周每周都有新的课 在发布到这个平台上 它可以很及时的 给予消息 让这个用户能够 很轻松的来跟着上课 那下面呢 这些就是 这堂课目前已经发布的 所有的课堂列表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最下面的地方 有一个小按钮 就是了解上课的信息 这是为了让未来呢 我们提供一个渠道 让在这个网站上 看视频的人 如果他有意 能够参与这个 就是现场参与这个课程 那他可以在这个平台上 了解一下 关于这个课堂的信息 比如说 他是在哪里上课的 时间为何 那有没有相关的这个资源 能够让他去 也亲自参与这堂课 那我们刻意留了这个 部分 来让 就是世界各地的这些学生们 能有机会也一同上课 那现在我点课程目录里面的第四个 巴拉基卡2 点进去 然后看到这个画面上呢 就是这个课堂的视频 上面是视频的部分 然后下面就会有关于单独这堂课的 一个介绍 同样的他也可以收藏 单独这个视频 那下面呢可以看到 关于这堂课老师所使用的一些经文 包括巴拉基卡 然后还有疑惑度托 为那个用户呈现这个经文的一些 目录层级的位置 那同样的在这个颜色的这个区块 当用户点击了之后 他也可以直接的阅读这篇经文 那下面就是同样是属于 这堂课的 一系列课程的这个列表 就在这儿 那这个就是课程发布的一个部分 这边为大家简单的介绍教室空间 首先同样的这个是我们这个平台的首页 在这个最下方的地方 会有我们教室的这个名单 那我举个例子 这个美国的菩提大长老 我点他这个头像 那这边呢是关于这个老师的页面 那首先可以看到老师的照片 还有他的老师的名称 菩提大长老 还有这个他的国籍 以及简单的一些个人的资讯 那同样的这边也有一个追踪的按钮 那用户点的追踪之后呢 只要有关于这个老师的 所有的任何课堂的信息 或者是经文的发布 他都会及时的推送给用户 下面就是所有关于这位老师的一切的 发布的内容 那未来呢我们可能还会给一个渠道 就是关于读者 也就是说在网络上看这些视频的这些用户 他在这个平台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可以进行发问 那老师能够利用这个平台 来获得这些问题 那给予一些回复 那这是未来关于这个平台的一些计划 那这就是教室空间简单的介绍到这边 对于学生和翻译者而言 我们提供了编辑工具 帮助他们 寄课堂笔记 以及做翻译 这些数据很容易的共享 以及发布 在这些信息发布到网上之后 他们很容易的能够得到 读者的信息反馈 对于学生和译者来说 我们提供针对巴黎语的自处理软件 帮助他们编辑 以及做笔记 由于使用在线编辑 所以将译文发布到网络上 变得非常容易 并且可以获得读者的阅读反馈 当翻译者完成他们的翻译 并发布后 可以通过手机平台阅读 当这些上课的学生 他们完成了一些 经文的翻译稿之后 经过老师的认可 他们能够在这个平台上 发布 分享给其他的人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个发布后的一些页面 首先我们再看到下面 这五个按钮 我点选左边第一个三障 那可以看到这个是所有 已经发布在这个平台上的每一部经 会在这呈现出来 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小方块 就是一部经 这里包含了最新的发布 还有在这个平台上的一些人气的排行 那还有我们这个平台精选的几篇经文 那另外还有下面这个随意看 那这个我想特别强调的就是说 为什么要设计这个部分呢 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经文 并不是大众普遍熟悉的 那在这个地方 能够给予每一篇经文都有机会 随意的被发布在这个三藏的首页里面 所以他就有机会 能够被这些读者给看见 那这样读者们就更有机会 读到他所不容易接触到的 这些内容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最上头 有这个全三藏选经的目录 我们点一下 那在这边就会为大家 呈现这个三藏的目录 这个读者呢 可以根据目录来寻找他所要读的经文的内容 当然在刚刚我们那个页面上 他也可以随意的 或者是说很快速的 直接找到最新的发布内容 那现在我为大家示范一下 点击金帐 长布 借运品 借运品的根本 那下面可以看到 隶属于这个借运品根本的经文 会列在下方 那我们点一下沙门果金 那这个就是这篇经的介绍页面 那我简单的说明一下 首先 这个方块呢 是为了要让 读者们能够很快速的辨识 他所要寻找的经文 那上面会有最大的一块是 这经的名称 那右上角会有这个根本 也就是说他可以知道说他读的这个是根本 还是易注或是复注 那最左边上面呢 有这个 金的 隶属的这个 书册 然后下方有这部金的翻译者的名字 那这里会有 关于这部金的完整的 目录层级在下面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简单的资讯 包括他所包含的字数 发布的时间 以及他的语言 然后下面这里有 读者的评论 读者在读了这篇经之后 他可以给予一些反馈跟信息 在这边呈现 那这有助于让这个翻译者能够理解 这个 读者所阅读的一些反馈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 这个平台上 经文是如何呈现的 我点选这个 阅读全文 那这个就是 阅读经的 界面 那实际上 它可能还包含了 主词解析的区块 那现在的示范 只为各位演示 巴黎原文跟这个 中文的译文 我们还没放上 这个主词解析 那未来 其实这个页面上 也会包含主词解析 然后呢 上方可以看到 一些简单的功能 左边这个是目录 当这篇金可能有比较长的篇幅 它有一些次标题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目录的地方 点选它的标题 直接的跳转到 我们所要读的那个区块 那右上方 还有另外的功能 它可以调整这个字 自己的大小 还有这个背景的颜色 来适应每一个读者的习惯 然后这边 这里有其他延伸的一些用户功能 包括树栽 批注 修改 还有收藏 这些等等的 这个用户自定义的一些功能 那稍后我们还会为大家示范一下 关于书栽的这个区块 对于读者 我们提供了方便的搜索工具 帮助他们找到感兴趣的经文 而且支持收藏 建议等功能 有助于翻译者 了解读者的看法 那现在为各位示范一下 一些读者的功能 我们先为各位示范这个书栽 这是刚刚已经为各位呈现的这个经文的篇幅 我们点阅读全文 然后点击右上方的这个功能键 然后点书栽 然后可以看到上面提示 我们选取想要再取的段落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点击巴黎原文 或者是这个翻译的译文 或甚至说这个主词解析 都是可以单独被点选的 那我就先点这个其中几篇的段落 像这样 那个段落的底色就会呈现出来 那我点选确认 那就可以看到这边 有我点选的这个经文的篇幅 然后上面有一些要输入的一些文字框 有关于这个这篇书栽的主题 还有单独这个经文的小标题 以及我要添加的一些个人的心得跟说明 也就是这个内容 那我填的这些内容 为大家再详细的说明 可以看到主题这边有几个有颜色的标签 那这个标签呢 是指说我们的书栽 会有几个隶属的主题 然后根据这个我们再详细的这个段落的主题 我们为它下了一些主题标签 然后完成了这个编辑之后呢 点选确认 那它就会呈现这个预览的情况 那上面这个就是主要关于 我的书栽的这个总标题 然后下面这个次标题 就是关于目前我这篇经文的这个标题 还有我所要写的内容在上面 那中间这个部分就是我所摘取出来的这个经文的段落 然后点完成 那这个书栽就被这个推送出去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书栽会在哪被发布出来 首先我们回到这个原本的页面 然后看到下面的这个五个按钮 其中最右下角 也有一本这个书的图案 这个书栽 我们点一下 那这边就是所有读者在这个平台上所发布的书栽 那可以看到说 主要是以这个主题标签来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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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都会在这列出来 那我们可以利用我们所感兴趣的主题 来找到相关的一些内容 譬如说我点禅修 点了禅修之后呢 下面就会列出关于有关禅修这个主题的所有的书斋 那可以看到第一个这个出家修行的次第 也就是我们刚刚示范的 我所发布的这个书斋的内容 那我点一下这个 那可以看到这里就有关于这篇书斋的介绍 然后呢 这边有简单的资讯 包含了这个书斋是摘取哪些经文 它的目录 以及它所摘取的这篇经文是由谁翻译 那如果要点这篇书斋就是点阅读全文 那可以看到这个就是 刚刚我们所摘取的内容 那可以看到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副标题 这是从另外一篇经文 所摘取出来的 也就是说 在一个大标题底下的这个书斋 它可以包含了不同的小标题 也就是说 它可以包含不同的这个经文 也就是说它从不同经文所摘取出来 而整理成同一篇这个书斋的文章 然后可以看到呢 这边有一个蓝色的文字 这个是这个作者 他摘取经文的那个目录 会直接呈现在这个文章当中 这是有利于读者能够理解的 这个这篇巴黎语 或是这篇翻译文 它的来源是来自哪里 那这就是简单介绍 而书斋的工人 我们发现 教师 学生 译者 读者 他们并不是固定的关系 对于学生而言 他参与上课 然后学习 当他的水平提高以后 他可以做翻译 成为翻译者 经过多年的学习之后 他们中的某些人 达到比较高的水准 他们可以教导其他学生 而成为老师 而对于读者而言 通过在线阅读 他们提升了教育水平与信心 他们有可能在之后 参与课堂的教学 而成为学生 而作为老师而言 他有时也可能成为翻译者 盛典教学平台 能够促进每个人的学习 与提升 让国际化的盛典教学 变得更加容易 这个解决方案 能够降低教学的难度 提升老师的整体外语水平 当老师的整体外语水平提高之后 会有更多的佛教国家的老师参与 并且提升国际化的程度 他们分享佛法 令正法久住 在学习难度降低之后 会有更多的学生参与 学生的整体法理水平提高 会产生更多的本地的老师 同样的能够促进国际化的程度 并且 这个教学平台 能够平衡教学资源的不对称 让语言不再成为 国际学生学习盛典的障碍 巴黎盛典教育平台 让盛典的国际化变得更加容易